大家好,我是机家,欢迎收看本期《车》汽车,喜欢小班可以关注我们。 想必大家对于丰田牛魔王,很多朋友可能会不太熟悉,距离上次丰田Supra已经过去了22年,这次复活,让他的粉丝们也是大包艳福。 全新丰田Supra的到来,意味着日系跑车的阵营再一次的加强了。 虽然没有德系阵营那么强悍,但是却在气势上丝毫不输对方。 要知道作为日系四大天王身份的丰田Supra,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中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 不过这些在改装车朋友眼里都是浮云,因为这些发动机几乎不需要重大改装,就可以从280马力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阶段。 而且丰田牛魔王是跟宝马Z4同样的平台打造而来,而且在车内也拥有了更多的宝马元素。 虽然简化了不少,但是在外观方面还是拥有了更多丰田的元素,只是到了内饰之后就显得更加尴尬。 内饰上除了方向盘好看之外,其他的都很宝马风格。 如果不看车标的话,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宝马Z4的特别版呢。 但是没有这台车子又不行,毕竟是丰田家族内的一台比较重要的产品,能够跟宝马合作也算是在产品力上的一种升级。 并且采用2.0T和3.0T的发动机,都是来自宝马旗下的动力,最大功率为340马力。 与之匹配的是8AT变速箱。 总之这车就像混血儿一样,连心脏都是宝马的。 不知道这台车子能否会引入国内的市场,就算引入了,估计也买不起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